最新消息待你掌握高雄市沿城区的国小家长会以及志工 从这三月份开始募集物资捐赠给乌克兰的难民 最后募得400箱一共3800公斤的物资 电视要将大批的物资顺利送到乌克兰也是一大挑战 志工们历经了一个月的时间 以路空接力的方式终于是排除万难 在三号的晚间将这批人道物资送到了乌克兰 基普的白教堂大学 这些贴着台湾跟乌克兰国籍的物资象征台湾民众的爱心 由当地的志工接手奔送给需要的人 可以看到志工们穿着印有台湾队的背心 对于双方暖心的交流非常的感动 在于物资的卡车经过了德国波兰乌克兰三个国家 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将台湾人的爱心 送到深陷战火的乌克兰人手上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世新闻杂志哦